大家好 尼大妹哥来了 今天是2023年7月23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刚刚闭幕的芝加哥之间 三次比赛抢手云集 就连主裁判都是我们的奥赛主裁 史蒂文 我们看一下成绩单的左下角 大家不要忽略这个位置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签名 他就是奥赛主裁史蒂文 有的观众还表示史蒂文到底长什么样呢 就是坐在台下的这位啊 首先看一下芝加哥传统剑 上期节目中出现的贾斯汀没有让你大麦哥失望 他取得了冠军 哎呦名单上我还看到了肖雷登的熊点 他取得了第三 这位选手大家应该有印象 前几次比赛的一直和埃及大将莫斯塔法 肩并肩进行上台 成绩是一个第三一个第二 这次又来一个第三 大麦哥曾经说过他不太适合吃健美饭 但是他就是不信呢 今年付出的德拉罗萨他取得了亚军 但蹦哥取得了第四 拍这个末竟然取得了第五 我还以为他至少在实名开外呢 那是不可能了 一共选手才十位 现场的气氛也是十分活跃 大家都想在奥赛前把自己的最好一面亮相给史丽文 左一是蛋蹦哥尺寸顶大 但是状态不好 身上已经发糊 而且手臂的尺寸过于大 已经失去了美感 左二肖雷登的熊点看起来和蛋蹦哥比 显然不是一个级别 手臂太弱 胸肌呢也不强啊 整体肌肉看起来整个有点像抽筋 左三中间C位子就是得了Rosa 得了Rosa尺寸还可以 比这个肖雷登的熊点看上去更像 传统健美 状态不能说最好 只能说一般 而也是中间C位右三就是假司机 假司机的肌肉看起来比较舒服 比较干净 比较整洁 比较顺畅 手臂明显要好于得了Rosa 正展双二头肌 动子肚子控制的也不错啊 这有点真功夫的感觉 胸肌横向面积非常大 显得是背部肌肉那非常明显 右二拍这个墨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训练痕迹 所以一名成熟老将 以这样的状态上台显然是没有准备好 胸肌是惨不忍睹 手臂比较惊人 侧展左一和左二都不用铁 右三假司机和阿波迪乌 侧展还是比较出彩 正展背阔肌 拍这个墨是他的强性 身形显得是非常巨大 而阿波迪乌蛋泵哥 在台上的美感已经消失 站在C位的假司机 综合起来看还是比较佳 背展攻二头肌 右二阿波迪乌的肚子 已经让他输了 拍这个墨背部呢 还是OK 而假司机的背部呢 看起来呢 竞争力并不是说过于明显 德拉罗萨这个姿势 也是他的强项 贾斯汀还没有准备好 而蛋泵哥正面的肚子惨不忍睹 这次比赛之后 相信得做膳气手术 最后大教练马特的弟子 贾斯汀取得了本次比赛冠军 赢得了奥赛资格 德拉罗萨取得了第二 而香雷灯的兄弟右衣 取得了第三 蛋泵哥就这样的状态 竟然取得了第四 有些不可理解 用泰勒的话说 不可理解是正常 因为你没在现场 你猜怎么着 贾斯汀在最后一刻 上了大美哥之前的节目 第二天马上取得冠军 你说这邪不邪性 大教练马特这次 穿着花裤衩上了台 小伙子个头不矮 贾斯汀跟他也差不多高 在酒店里看状态的时候 贾斯汀确实表现出的 非常惊艳 这小伙子两年前 才拿得职业卡 现在就取得这样的成绩 上了奥赛 真是两个人相拥而弃 相拥而弃 又俗话说怎么讲 是两棒相争 接下来在优美的音乐声当中 我们看一下 这次让我比较意外 是得了Rosa 竟然参加了 芝加科职业赛 他是疫情三年 基本上没有动静 复出之后 马上取得第二 那下一场就是冠军 他目前的主要问题是 手臂 胸肌 还有这个身体的状态 给人感觉是大病出狱 肌肉还没有完全恢复到 很成熟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的底儿还在 我记得他疫情前的教练 和目前陈恶辉的教练 是一个人 谁 尼尔休先生 话说他这个最新状态 好像是大号版的古典健体 周末也参加了个颁奖 你开这个运动员 和他两个人对比 形成了一个喜剧的状态 男子古典健体 我们关注的马修 这次没能取得冠军 只取得了第二名 第一名竟然给了马库斯 来自格亥俄州格伦巴斯 这个马库斯的鼻孔呢 是有些大 按照风水学的原理呢 他鼻孔大肆漏才 两个人正展腿部腹部 我觉得马修应该和他不相上下 甚至腿部比他更好 而背展双弓二头肌 确实马修显得有些的平淡 马库斯肌肉的饱满度和阴影 而讨人欢喜 侧展马库斯的腿部 三脚肌的饱满度 和侧展胸肌的形状 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正展双弓二头肌呢 马修由于个头比较高 显得呢是有些力不从心 大鼻孔马库斯 大黑鹅的形态展示 再加上挺拔的身姿 和稍稍抬起的下额 使得身材不高的他 看起来比马修更惊艳 马修没能战胜 大鼻孔马库斯也是正常的 在男子健体出现了一个意外 之前上过大麦哥节目的小江妮克 只取得了第二名 他的伊尼洛斯洛伊斯的库林 他取得了冠军 而在之前德克萨斯普取得第三的 穆林斯 在本次比赛取得了第五名 右衣就是穆林斯 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运动员 整体形态由于他如 五位过高 但是好看 在场上实际上一眼看到的 不是别人 就是右衣穆林斯 左三的红蓝裤子 就是本次冠军库林 库林正面展示 不是很惊艳 腹肌还OK 正面还要数右一右二的妮克和穆林斯 背部冠军左三左右两边 各有一个大黑都比他强 而穆林斯和小将妮克的背部 看起来也比冠军惊艳 为什么红蓝裤衩的左三取得冠军呢 我是非常不理解 按道理说 小将妮克在这里的背是最好的 而正面处于C位的冠军库林 肌挺棒 胸肌的面积比较大 有点像瑞安特里那种感觉 我估计可能就赢在这个姿势 小将妮克正面有点红 加上小将妮克的胸肌的形态有点疤 而我喜欢的穆林斯站在右衣 他呢就是人者见人 是智者见智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有点 胸肌过小 最后红蓝裤衩库林取得冠军 他拿起了大盾牌 这次比赛非常重磅 奥赛之声亲自做了主持 给足了这次活动的举办人 Tim Gardner的面子 女子级别 我又看到了一位中国选手 他打的是Figger 之前报名表上写的是女子健体 但是到现场 小康最后参加了Figger的角逐 本次比赛取得了第13名 我们看一下比赛画面 在右衣就是我们中国选手小康 之后被换到了接近中间C位的位置 我们看到的级别是女子Figger级别的竞争 虽然对女子级别并不是说太了解 但是从场上肌肉的情况看 确实小康在场上可以说非常的惊艳 当然本次比赛Figger级别 选手众多竞争力也是十分强大 腿部肌肉感觉在几位运动员当中 这可以说小康是最好的 整体的个人展示端庄 大方从容 接下来在优美的音乐声当中 我们看一下小康在本次比赛的个人展示 男子22级别我们不多表 但是我看到了一名来自加拿大的一名叫约翰的越南艺选手 取得了亚军 本期节目结稿同时在韩国参加AGP自然赛的Christina Yu和她的partnerManson正在进行紧张的上场备赛决赛 场上可以说两个人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特别是Christina Yu在场上可以说惊艳亮相占据了C位 Manson在场上也带来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阳光笑容灿烂和自然的肌肉形态吸引了财派的目光 在场上的展示也是一气合成 显得是非常成熟 老练大方庄重 他挥了挥手 走下了舞台 另一个台湾小伙子 肌肉文青在本周末的梦想碑 他也取得了奖牌 他不知取得了一个 他取得了两个 虽然成绩不是冠军 但是两个奖牌都是第三名 也算是有所收获 相信接下来的比赛 肌肉文青的成绩会更好 在本周末的维克多利亚 怎么变成维克多利亚 维克特尔玛兵内词 一名叫卡洛斯的脸熟大将突然上场 虽然是嘉宾表演 但是场上肌肉的尺寸 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小伙子四个星期 就要参加德克萨斯职业铺 以这样的肌肉的尺寸上台 那是不是要赛过小将科恩呢 幸好两个人打的不是一个级别 应该是这个卡洛斯打的是传统 之前本来就要参加比赛 卡洛斯受伤了 这次也没参加 只是进行了一个嘉宾表演 这腿部肌肉确实非常强大 目前在传统级别 这样的腿部 我还确实没有看到过 如果这样的运动员上场 他到底要干什么 Derek 亨特拉布拉达 哈迪库班 这种典型212选手 到底还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呢 仔细看了一下 正战背阔机 腹部他有些平淡呢 当然这个问题 在四个星期之后 在台上应该就会不会一样了 卡洛斯可以说 德克萨斯职业铺的一名种子选手 那就四个星期之后 德克萨斯职业铺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 印度尼西亚的一位personal trainer 练深蹲时候的脖子断了的事故 可以说惊动全网 本期节目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 相关深蹲的一些交通事故 希望大家在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 大重量一定上保护杠 光靠人后边保护是没谱了 如果不确定 最好使用比较安全的联合器械 自己一个人在健身房 千万不要练深蹲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和点赞 怎么着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